7月的CPI同比上涨了8.5% 相比上个月的9.1%出现了明显的回落 这个数据一公布美股应声上涨 A股今天的涨幅也是相当的不错 那也是在昨天我们中国的CPI数据也公布了 同比增长了2.7% 那我今天就收到很多朋友们发来的私信 主要集中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美国的超级通胀是不是要结束了 美联储要不要进入下一轮的宽松周期了 第二就是中国会不会也进入到快速通胀的阶段 我们两边的通货膨胀周期要切换了吗 那关于老美的CPI的这一块 我单独先跟大家讲一讲 首先我们观察经济数据的时候 一定要连着来看 单独看某个月的指标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现在老美的CPI还是处在绝对的高位的附近 那你怎么知道这一次会不会也像之前一样 后面又创出个新高栏呢 所以要多观察几个月 其次老美的这一轮的超级通货膨胀 本来就很符合老美的利益 它加息是加得很慢的 你想啊 老美的通胀是几时开始的 去年4月份 他们的CPI就已经同比增长了4.2% 已经是个非常高的数字了 结果美联储是怎么做的 反复强调通胀只是暂时的 一直拖到了今年的3月份 通胀都飙到8.5%才终于启动了第一轮的加息 你觉得美联储会是傻子吗 不知道提前加息吗 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就有点阴谋的味道 你看老美在疫情之后 为了刺激经济是不是借了很多钱 2019年年底的时候 美国的国债总额是23万亿美元 现在呢是30万亿 两年多的时间债务上涨了30%多 那刚好如果美国能够每年维持一个4.5%以上的通胀的话 只要维持个五年就能够让GDP扩大34% 直接呢就能把两年多的债务给抵消掉了 而且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 外国投资者总共持有了14万亿的美债 也就是这一下通胀就可以收割掉他们34%了 那你说这么好赚的钱干嘛不赚呢 那至于野兽通货膨胀困扰的美国老百姓呢 就给他们发钱嘛 一边呢是借7万亿 另外一边呢给老百姓发2万亿 怎么看呢都是划算的生意 所以通胀对他们的伤害其实没有那么大 就是苦了其他国家的投资者了 那疫情过后现在也不发钱了 那通胀就得适度控制一下了嘛 所以美联储也表态了 后面还得加息 不过呢要缓缓加 所以暂时不会转入宽松的货币政策了 那至于中国7月份CPI上涨的问题 我还真的不是很担心 因为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一下7月份的CPI的构成 就会发现啊这2.7%主要就是蔬菜水果 还有猪肉还有石油的涨价导致的 而其他的大象呢几乎都没怎么涨 也就是说啊只要稳定住攻击 把这几样的价格给稳住 根本就不用担心通货膨胀的问题 而中国现在最需要关心的 其实是内需不足的问题 7月底的重要会议也说了 财政货币政策需要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 这句话非常重要啊 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核心 大家必须要记住了 那怎么弥补社会需求的不足呢 无非就是基建房地产和股市三样 而基建的话呢 今年新增的地方专项在8月份就基本用完了 而房地产呢现在高位 不敢随便再动个一倍了 那能动的就只剩下一个还趴在3000点左右的股市了嘛 而股市只要移动 2亿股民还有7亿基民就能挣钱 他们要是敢消费啊 那内需不就起来了吗 这个链路太浅显也太容易执行了 那大家就问了啊 那为啥股市还是没启动呢 我就跟大家说吧 变量其实也不少 比如下半年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再比如疫情是不是可以平易一些 因为即使是股民基民有钱了 也得敢于外出消费才能拉动经济嘛 如果疫情还反复的厉害 股市再怎么猛涨 大家也不能够外出消费 那内需和消费也就拉动不了了 所以大家一起等待吧 记住一句话吧 很有多久 数就有多高 前面有多难熬 后面就有多疯狂 现在